太平街里躺着一名身穿红裙的女士,就在入恋时约翰正帮她整理衣容时,女士突然睁开了双眼。 约翰并没有很惊讶,仿佛早有预料,不紧不慢地替她整理,还告诉她她现在已经死亡,死于八小时前的一场车祸。 为了让她相信,约翰还给她看了警察出去的死亡证明,这时女人才慢慢回想起之前的事。 女人名叫安娜,是一名小学老师,那天她受邀去参加钢琴老师的葬礼,晚上男友约她在餐厅吃饭,并坦言自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,他们的生活可能需要改变一下。 然而安娜会错了意,误以为男友要跟她分手,于是大发雷霆,愤然离席。 路上下起了暴雨,安娜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同男友争吵,后面还有一辆车不停地按喇叭催促她,就在分审之际,车祸发生了。 可是死了,为什么还能呼吸,还能说话? 安娜不相信自己死了,挣扎着要起身,约翰却给她打了防止尸体腐败的药剂,很快她昏睡过去。 母亲再来到停尸房时,看见的只是一具一动不动的尸体,她将安娜的遗体修容工作,全权交给约翰后,就悲痛地离开了。 不知过了多久,安娜再次苏醒,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,她摸了自己的脖子和手腕,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没有脉搏。 她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,慌忙拿起电话准备报警,然而电话线路早被切断了。 绝望的她坐在门口,突然听到一阵引擎声,男友也得知了她的死讯,开车赶了过来,想看一看她的遗体。 可约翰却以她不是直系亲属为由拒绝了她。 安娜听到他们的交谈,开始疯狂呼救,然而一切都是徒劳。 男友走后,约翰回到房间,安娜不停地向她解释,说自己还能说话,还有呼吸,根本没死,一定是医生诊断失误了。 可约翰突然暴躁起来,她斥责安娜觉得有呼吸就是活着,说明她根本不懂得珍惜生命。 而后她告诉安娜,两天后她就会下葬,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。 约翰走后,安娜心理防线一度崩溃,她躺在停尸台上,开始自我怀疑,自己真的死了吗? 当安娜再次醒来,精神上的折磨让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,她发了疯一样将身边的东西毁掉。 可是当约翰把她的葬符挂上,看到衣服那一刻,安娜心里再次涌上不甘心,趁约翰不注意,她偷藏了大门的钥匙。 恰好此时,约翰出门办事,安娜急忙拿出钥匙试图逃跑,不料约翰发现异常,连忙驱车往家赶。 好在安娜还是打开了停尸间的门,就在她以为要逃出升天时,约翰却回来了。 安娜躲上二楼,并在无意间发现一部电话,她赶紧拨通了男友的电话,可男友此时心情悲痛, 不等她说话,就挂断了电话。 这时,约翰走了进来,为了让安娜彻底死心,她掀开遮挡镜子的布,让她看清自己现在的模样。 安娜惊讶地看着镜中的自己,苍白得像一具尸体,这次她终于打消了心中的疑虑,接受了自己死亡的事实, 然后长叹一口气,低下了头,她不想再做任何反抗,只想安静地等待下葬。 然而安娜没有看到,自己叹的气在镜子上形成了雾气, 这说明她的身体是有温度的。 还是一旁的约翰提前觉察出异常,她用手帕轻轻擦去了雾气, 而约翰也注意到,楼下的小男孩杰克目睹了一切。 杰克是安娜的学生,转天当男友来学校替安娜收拾遗物, 杰克告诉她,自己在殡仪馆看到了老师,她还穿着一身红裙子。 男友觉得这番话是小孩子的恶作剧,并没当回事, 可再看到橱窗里的红裙,想到安娜之前的确穿着她,才惊觉事情的不对劲。 她静止来到殡仪馆,质问约翰安娜是不是还活着, 甚至直接跑到停尸间,让约翰打开门,证实自己的猜想。 她不知道,里面的安娜听到了她的声音, 但此时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死亡的事实, 为了不打扰男友的生活,她选择了沉默。 遭到拒绝的男友跑来警局,希望能搜查殡仪馆, 但警官手里有死亡证明和验尸报告,无法相信她的话。 男友并不认可这些,验尸报告连心电图都没做,万一她是被下了药呢? 旁边有个警察附和道,有一种镇定剂可以让人瞬间麻痹, 甚至连心率都能降到零, 但他们还是无法同意申请,并建议她明天直接去葬礼上求证。 而另一边的安娜开始忏伪自己的人生, 想到因任性与男友的错过,她感到遗憾。 就在这时,约翰罕见地主动打开门,询问她有没有什么愿望。 安娜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,许久未见的光亮, 让她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葬礼。 所有人穿着黑色的衣服,站在她的遗体旁, 面无表情地对她祈祷,突然藤曼紧紧缠着她的身体, 而她的鼻子嘴巴也不满蛆虫。 转眼到了葬礼那天,安娜躺在棺材里,说出了最后的愿望, 能不能看一眼自己? 约翰拿来一面镜子,看着镜中年轻美丽的容颜, 安娜心有不甘地长叹一口气, 镜面上再次显现雾气,这让她大为震惊, 她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。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,约翰将镇定计扎进她的脖子, 她再度沉沉昏睡。 而男友来到葬礼,将之前就准备好的婚戒, 带到安娜手上,碰到她手时, 她发现安娜的嘴唇动了一下, 但她只觉得是自己悲伤过度出现的幻觉。 祈祷礼秘,盖棺下葬, 安娜醒过来时听到泥土砸到棺材板的声音, 她绝望地敲击着棺盖, 但没人能听到她的声音。 葬礼后,约翰家安娜的照片盯在墙上, 在这面墙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照片, 他们都是死在约翰手下的人, 然而杀戮还没结束。 在酒会上,约翰告诉了男友真相, 并表示安娜所剩时间不多, 男友急忙开车奔向墓地, 心急加上酒精作用, 他没能控制好车速。 一道强光闪过, 男友再次醒来, 他躺在停尸台上, 约翰冷冰冰地告诉他, 你已经死了, 然后将一根铁管插进他的胸口。 很显然用不了多久, 墙上又会出现一张新照片。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生后事》, 影片最恐怖的不是安娜被活埋, 而是约翰对死亡的界定, 他把自己当成死神, 要去控制人的生死。 而他认为自己选中的那些人, 都是没有目标地活着, 犹如行尸走肉。 这种人活着, 纯粹是在浪费社会资源, 自己是迫于无奈, 才将他们亲手埋葬。 他忘了, 没有人有权利随意了结他人的生命。 他自诩正义的说辞, 也不过是在粉饰自己变态的杀人欲罢了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解说到这儿, 我是小小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